新竹市長高鴻安涉嫌詐領助理費 台北地院一審判決貪污有罪 停職後由副市長邱成元來代理 而提供密黨的關鍵的四名吹哨者 他們的身份以及搜證過程也都曝了光 這四名吹哨者分別是有政治基層工作者 還有高鴻安在台大期間的校友 以及曾經跟他共識過的人 而這四名的吹哨者分別搜羅高鴻安 從求學到立委任內期間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因此才發現高鴻安涉嫌詐領助理費 而當時他們第一次是約在十八間山的停車場 來交換情報 之所以約在停車場 就是因為這邊如果有車子開上來的話 其實看得到車燈是方便警覺的 而接著他們又約在了南寮渝港的一處景觀橋上 交換意見 之所以約在景觀橋上 就是因為這邊風大沒有辦法錄音 如果有觀光客經過的話 其實也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麼 而接著他們又約在了國道三號的關係 休息站來交換密檔 而這份密檔包含了高鴻安的賬本 以及薪資明細等等 是非常完整的關鍵證據 而這回他們的搜證過程 其實就宛如像是諜報片一般 而其實高鴻安這次一審判決 有期徒刑七年四個月 此奪公權四年並且停止市長職務 高鴻安也將會上訴 烹評 請 我沒有注意